好久不见,三天不见了,我很惶恐,只剩42万EMC值了,我真不知道怎么通关啊 咱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吧 六个,彩虹方块,我喝,上了就让我克兵 行吧兄弟们,毕竟两三天没更新了 最近是回老家了一趟,所以家里没有往 哦呦呦,回老 哦,我的天呐,他这是TNT吗 这伤害有点高吗 一万五,捡了一把工,这啥时候见的 知道啊,知道,但是这个,这个值钱啊 这个,兄弟们,看好了啊 这个金蛋里边的牛,我的天,他要掉啥呀 我瞅瞅啊,哎,金苹果呢,这不是都我的吗 哎,我脚的应该有金苹果了,这 哦,这儿呢,这儿呢,有了,三个 那应该不止三个啊,咱们往上砸 可能最后一层是鸡岩,他掉虚空里去了 现在几个了,六个,你看,完了,我前面那几只牛都亏了 你看,每一只牛 也不是每一只牛都有 这玩意儿还是看运气 让咱们瞅瞅这个,这是啥 哦,这是个猪 哦,这个猪还掉一个紫色的河豚 哦,不,是粉色 也就是Pink河豚啊 这河豚应该是不值钱的 我刚才看价格才这么点 比牛排也稍微贵一点点 看是有没有效果 一口下去 增加了生命回复 啊,时常变多了 说明他人生命回复呢 不管怎么说吧 这彩虹方块 从42万给咱们开到了135万 哎哟,这个价值就非常的多了 啊,一下子我就可以开别的幸运方块 有成本了 10个火焰球 窩 毒球,卖了 这12万,148 呃,便携是有 然后我们现在有莫迪传送门的情况下 武器应该是够了 差飞行 飞行要水汽 水汽很贵 那还是得靠咱们这个彩虹 啊,靠彩虹干嘛呢 给咱们多搞点EMC值 啊,这种牛应该是不吊几笔 吊 吊的话那就得打了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我心思他不吊呢 他吊的是普通的 啊,普通的也行 综米没有强啊 综米没有强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视频 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啊 不然下次就说不到喽 是什么 钓钻石的 一定是钓钻石的 不可能是T 但是T 这个我知道 这应该是 发射模组生物的一个大炮啊 无限 大家看好了 你看,这个是村民 但是他有可能是打出别的等物 反正就是很多生物 他这连木影龙都能射出来啊 如果说 我运气足够好 几乎可以自己召唤木影龙 在主持人家打 但是在主持人家不好打 说实话 去莫迪的话 他有一个飞行的距离的限制 他不会绕开那几个柱子 主持人家他可能一直跑 打残了他就跑 这鞋卡这怪值钱呢 啊,640 哎呦,太值钱了 太值钱了 太值钱了 这个村民啊 哦,这是不是良心村民 哦,这是不是良心村民 哦,这个是啊 兄弟们 这个是,这个是啊 来 24个 24个啊 可以换 24种TNT 而且 这个村民看起来像是无限换的 现在有240万 足够我们拿一杯包 百分百的TNT方块 所以我们不用再给他捣上了 他那种 其实虽然是良心村民 但是他没法无限换 很麻烦 我最后再换了24个 保证我们能有一个百分百的一个 EMC值啊 百分百的EMC值 也就是这个钻石块 好,25 你看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不用我们来回导 这25个 应该就能让咱们EMC值 破个500万 只要在500万以上的水系开个鞋子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非脸特别黑 除非脸特别黑 哦 小麦 哦 两个小麦 坏了 我不会就是传世中那个特别黑吧 等等 我先看一下我脸肥不肥了 嗯 这个脸很黑 哈哈哈